影视剧中的青春少女,却活得一堂糟,吸毒整容无疑不做。 如果说很多的年轻的演员原本是很有前途的,大家都还是比较看好她们,但是无奈她们就是没有成功应有的任性,喜欢自己挖坑给自己,那谁也帮不上她们了。 记得当时弯弯那边的偶像剧大火的时候,可算是捧红了一大堆的青春偶像,而那部恶魔在身边,则是其中的一部十分典型的例子了。 对于这部作品,很多人印象最深刻就是作为主角的两个人,一个是现在依然潇洒但是却基本没有消息的贺军祥,另外一位则是第一任傻白填阳成林了。 不过除去两人,在这部剧里还有一个人比较引人注目,那就是情子。 说实话,在看这部剧的时候,很多人和我的感受一样,那就是这位女配的看起来怎么比女主的还漂亮,自从一出场就能吸引住了大家。 而且相达于其他的一下其他影视剧里面的女儿。 总是心机很虫整天想着骇人不同,情子自意出场就是性格明朗,敢爱敢恨的性格,十分好人喜欢。 虽然在剧里她是这么好的性格,但是换成了现实那可就差多了,可以说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来讲。 这个情子是由蔡菲林出演的,而她可以说初十很顺利,从16岁就被挖掘给予重用,以组合的方式出道,当时也是引起过不少的注意,只是后来人气下滑导致了解散。 不过对于蔡菲林来说,既然歌手这条路有点不那么顺畅,那么就换成演员可能会顺利一些。 果不其然,在解散之后的发展中,她也是参与拍摄了一大堆的影视,比较出名像是放羊的星星等,只是在里面并不是太过于出彩的角色,所以名气不算太大,但是因为清纯的相貌还是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。 不过在07年,她参与了北平广视拍摄,虽然这部剧的火热让她人气增长了不少,但是没料到就在事业刚刚进入了好的阶段的时候,她却把自己坑惨了。 就是在同一年,她因为和别人一起在吸毒结果被举报了,然后还被抓了,直接进了局子呆了差不多两年时间,才在里面出来,之后就算道歉,也没人理她,更没人找她拍戏。 不过还想再红的她这些年也是选择了整容这条路,只是越弄越难看,已经完全没了以前的清纯细致,而且就现在的照片来看,整个人胖了很多,整体的形象下降很多, 因而想再红起来的愿望算是没可能了。 明明可以顺利走下去,为什么一定要尝试不可行之路呢?既然试过了那就要承担,这就是所谓的惩罚。 明明讲述,明明明的表演了。